如何把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就 insert into 这个 table 然后value 所以呢 这个地方当然我就是 刚刚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用delete 里面空的 然后再把它run一下 所以 当然我就重新 那个0 后面数字可以改小一点 123好了 反正就这样 02123之星 然后再把这边改 第一笔进去了 第二笔的话就456好了 OK 其实就练习一下 就大概 跑个那个 两笔三笔都OK 大概就知道有 资料有没有进去 OK 好 这样子 好 那跑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利用sqlite browser 好 那你可以重开一下 把这个打开 我问你要不要重开 change yes 好 那把这个 奇怪 里面怎么没有资料 再切回来 再切回去 重开一下 重开一下 好 把这个 这个打 看一下 习惯 好 这个刚刚又是 有点好错误 哦 对 哦 他这边出现了 对 database 怎么样 lock 意思是说啦 你如果要写入的话 这个要关掉 不然他会lock住 所以执行一下 然后这边 写入成功有了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第二笔 意思类推 然后第三笔 然后第三笔 假设 321好了 刚刚好像一直出现lock的 所以记得一定要把那个sqlite browser 把它先关闭 然后关闭完之后呢 你再把它写进去 应该就可以看到 有啦 123 好 那假如说呢 我们第二件事情是说 如果 我不想要透过那个sqlite browser 这个程式 我想要透过程式来 把这里面的资料取得的话 那怎么做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用了insert into 所以呢 请各位再开一个新的module 接下来的话 其实呢 程式部分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上面的三行 复制一下 然后呢把它贴过来 就上面的三行贴过来 其实结构一样 那 再来把 这个的第几行 第八跟第九好了 这两行 第八第九这两行 把它放在 这个新的模组的 第四第五行 那里面的话特别注意哦 你只需要把insert into这个语法 改一下 改成什么 查询 查询的话呢 特别重要 如果你新增 是insert into 可是如果你现在是查询的话 请你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叫slate 所以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sql语法 里面 delete掉 留下空置串 把它改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要查询的话 有点像筛选 esert 里面的select 哪些栏位 如果你要全部栏位 你就打个新号就可以 from from的话就是哪一个table 那因为我刚好建的一个table01嘛 所以我如果要把资料查出来的话 这table table01 ok 那execute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资料查回来 可是查回来的地方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 让它去放 所以特别注意 差别哦 刚刚是把资料写进去 那这里的话因为要return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前面的话 你可以再增加一个接收查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查询部分 所以第二个功能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查出来 我把它放在是在这里 ok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今天 查询完之后 理论上 资料就会在cursor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 这个资料 全部都读出来的话 那我底下 并且要把资料列出来 那怎么样列出来 你可以再 特别注意哦 你把资料查出来的话 它上面不会有栏位名称 所以呢 我必须要在这上面增加一个栏位名称 假如说有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编号 我们用中文 逗点 电话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 这个资料库 里面 table01里面的资料 全部列出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写一个叫for for for后面其实这个这个叙述 不是用range 如果你没有看到range的话 其实是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里有省略一个each each什么 每一个row row的话意思是说每一列的意思 印这个什么呢 印这个curse 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有点像这个curse里面放的东西有点像这样子 有点像我们这个siclite browser 它里面的这个brows data的结构 有点像长这样子 但是没有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 就是这一块哦 那这一块里面有 有几个栏位呢 有两个 有几列呢 总共有三列 所以这个row里面有三个 这个是第一列 这个是第二列 所以我们可以跑个回圈 然后分别把这个row里面的第0个 是不是 第0个指的是编号 第1个的话指的是它的电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分别的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方法特别注意哦 就是for each row in这个curse 我查到 它帮我把它放在curse里面 那我就把它里面呢 print了什么了 print了row 中瓜阿虎特别注意哦 指的就是说呢 里面的第1个资料 重点 第2个资料 所以我把它print了给各位看哦 刚刚我必须要藉由那个siclite browser 才能够把资料列出来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利用什么呢 利用slite的所有的 这个from 那个table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它就把资料帮我取出来 并且列在这里 你们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帮我先什么 列 把它放大一下 它就先列它的什么呢 这个 编号电话 这个是我们为了 让那个结构清楚 所以我在上面呢 先显示出它的栏位名称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row for each row 把这一列帮我把它抓出来 那这一列里面的第0个指的是编号 第1个的话呢 指的是它的电话 然后一个一个都帮我把它列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一样可以把资料 从资料库里面呢 把它取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所以后面其实你每个列 假设 如果你已经把资料 那个会员资料呢 放到 这一个 这个这个资料库里面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再把它取出来的话 一样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slate的语法 把它再取出来 请各位试试看哦 这个是查询的部分 OK 那我是把那个程式放在云端白板的第45页的部分 OK 关键的地方在slate 所有的栏位 信号指的是所有栏位哦 那你如果不打信号的话 其实另外一种叙述方法你可以打什么呢 打那个 这个 他的栏位名称 比如说第一个栏位名称叫mvm 第二个栏位逗典 什么呢 第二个栏位叫tate 这样也可以 也就是说以后哦 如果你要查询哦 假如不是所有栏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可以给他你要哪一栏 OK 你可以给他名称啊 全部的话就给他一个新号就好 这样最好表示哦 所以刚刚的话呢 是做资料的新增 Insert into 哪一个table Values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资料查出来 OK 那其实资料库里面最常用到的 四个主要功能哦 最重要两个就是新增跟查询 怎么样把资料放进去 再把资料查出来 那另外两个呢 就是如何做资料的删除 修改 OK 所以哦 如果后面想要怎么样 再把那个哦 资料做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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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查出来之后哦 总共有三笔 那我希望把其中的一笔把它删掉 比如第三笔删掉的话 语法该怎么下 其实很简单啦 主要关键在这个地方 Sequel语法 OK 改动一下 然后告诉他说呢 你要删除的编号是多少 就可以删除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个slate的部分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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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